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阳来寻宝 吃漂亮的中国结 就是起时代 人们为了系衣服而发明了打结 而在文字发明之前 人们会用打结来记录发生过的事情 而中国人将结演变成一种漂亮的编剧艺术 中国结 这就是中国结的由来了 中国结不单只外形漂亮 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代表着团结平安等美好祝愿 喂 你们干嘛去啊 我们去找中国结 中国结就在这里了 有蛇 我不是蛇 我是中国结 可是你怎么跟书上的不一样呀 因为我不小心被树枝勾住了 把结给解开了 听说有个编织高手就住在森林附近 所以我就去想找他帮我重新编织 我去帮你找他 别 进去很容易迷路的 啊 我找到了 我现在带他过来 我们迷路了 那现在怎么办 让我来吧 中国结可是用一条长绳变成的呦 长绳 还有了 我一定会将高手和灰太郎带出来的 嗯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大雾啊 该走哪一边呢 走这边吧 走这边吧 这边我们好像走过了吧 没有吧 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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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哎呀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应该吵架的 我们应该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啊 我们应该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啊 好 不如我们走中间这条吧 喂 谁 羊羊 回来了 变成高手 就算找到你们了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梅羊羊不用担心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梅羊羊 我们回来了 太好了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本来想朝进入回家的 结果迷路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 其实是这个绳子帮助了我们 它原本是一个中国节 你能重新把它变好吗 当然可以 完成了 真的好漂亮啊 那当然 我不是中国节呀 好想你啊 中国节 大家过来一起和中国节拍张照吧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中国节的款式 首先是双鱼节 双鱼节 寓意着好试成双 还有还有 祥鱼节 寓意着吉祥如意 最后是葫芦节 寓意着葫芦双拳 哈哈哈 原来中国节有这么多的寓意呀 那为什么它们都叫做中国节呢 那是因为 它们都是心灵手巧的中国人编织出来的 而且 而且也对它们赋予了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小朋友们 你们记住了吗 一个红丝线 哈 好试成双 双鱼节 红红的中国节 祝福你 一个红丝线 编织成红红的中国街 它是中华民族的富豪 代办平安团结 吉祥如意 香云街 俘虏双全是葫芦街 好诗成双双语街 红红的中国街 祝福你 这首歌好听吗 我们下次再见啦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你早以为我变得更小 健康因为我变得更烂 白云变得更柔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